另外針對輝達將哭打投資臺灣 黃仁勳表示 輝達將建造更多的設施 而且規模更大 一開口就展現十足 親耳力把全場鬥得哈哈大笑 AI教父黃仁勳六號晚間選在中山區 這間米清指南一新台菜餐廳 舉辦台北國際電腦展的慶功宴 黃仁勳霸氣定總幾乎半間店 總共180個位子 員工樂開懷 畢竟有這樣的老闆 實在太幸福了 除了會達同仁 黃仁勳還帶著妻子兒女 一家四口全到齊舉杯同慶 吃飽喝足走出餐廳 又感受到家鄉滿滿熱情 台灣當然會幫助世界建造晶機構 身價一舉標破三兆美元的 那個男人不忘本的精神更可貴迷人 就連宅男女神雞排妹也化身特派記者混在媒體中 抱著台灣黑熊驚喜現身 晚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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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上被塞滿禮物 還要簽名 一路上被粉絲和攝影機擠得水泄不通 黃仁勳預計8號上午離開台灣 離台倒數第二天再熱鬧一波 卻是要讓他把台灣人的人情味帶回美國 記者 臨民金融金服 台北報導